这一节呢,咱们讲一个比较有趣的话题啊,就是如何看待小狼狗,小奶狗这样的称呼,这个现象能表示女性地位的提升吗? 这个我们现在发现啊,大概在近一二十年吧,才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啊,就是我们婚姻呢,你要看基本上这个模式啊,都是同龄 所谓同龄呢,就是说夫妻相差不到三岁啊,这就是属于基本上同龄人,有的时候你比如说女的比男的大三个月啊,什么大半年啊,什么的 这个基本上还都是算同龄,是吧,但是这个不同龄的啊,有年龄差的,我们甚至性学里头叫做有一种代际的关系了 都有点像,比如说爸爸和女儿了啊,不是真正的爸爸女儿啊,就是年龄上,你像杨振宁那样的,差了好几十岁啊,什么什么的 他这种就是年龄差特别大的情况,应当说是比较少的,他是属于一种比较少的现象 而且在这个有年龄差的这种伴侣当中呢,一般的来说都是男大女小,都是男大女小 男的比如说大出个十岁左右吧,就大家都觉得还正常 当然要杨振宁那样的,差了太多了,大家就觉得比较的扎眼了啊 可是一般的来说,男的比女的大个五六岁啊,十来岁啊,就觉得还都特能接受 可是呢,如果要是女大男小,这样呢,就是非常非常少见 那就是马克龙那样的咯,马克龙差着二十多岁是吧 这种现象呢,非常的少出现啊,这个也是因为肯定呢,是跟过去我们是男权社会有关 就是世界上所有的社会都是男权社会嘛 他这个男权社会呢,男人占有比较高的社会地位 无论是政治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都是男高女低的 男高女低呢,这种情况下,好像是比如说这个男大女小的这种伴侣关系 就比较的让人觉得,从社会心理上觉得比较顺 而且呢,尤其是在这个男子气概这个问题上 如果说男大女小,这个情况就一点也,大家不会有任何质疑 就觉得一点没有损害男子气概 可是要是女大男小呢,哎呀,就是有种种的负面评价了 是吧,就觉得这个什么吃软饭啊,什么什么就出现这种议论啊 那么为什么女大男小的就那么大社会压力呢 它还是跟女性的地位有关 女性地位一向是低的 社会上出现了女大男小的这种伴侣关系 就说明,明显的是说明女性的地位提升了 她们可以有资源,可以随心所欲的去找这个比自己年轻啊 甚至特别有男性魅力的这样的男人了 所以呢,这些被叫小狼狗的大概就是那种肌肉男了 特别性感啊,也特别的有攻击性啊,这样的男人 那小奶狗就是说比较甜的那种温柔的是吧 不管怎么说吧 反正都是应当说能够拿这样的人当作择偶目标的女人 往往是地位比较高啊,岁数比较大呀 或者是这样的人 我记得有一次啊,我去参加一个女性 什么,她们有一个女企业家协会 她们的那杂志社,就是有一个女企业家杂志社采访我啊 我在那个会后就有女企业家都是什么大企业的CEO啊 什么的,有的就是直接就是她的生意 就是那种,会后还会跑来说自己的婚姻问题啊 就说怎么办呢,说没有男人敢嫁给她 没有男人敢那个接受她吧 她们很难找朋友啊 因为咱们的所有传统的结婚模式啊 择偶模式都是女的要往上找的 是吧,男的往下找 我们所以叫做那个假女丁男嘛 就是说择偶市场上假男找姨女 姨男找丙女 丙男找丁女 最后剩下来的就是假女丁男 那这些假女都是特别优秀的 这些女人,那怎么办呢 上海杂志社就访问我 你说这个,这些人呢 她们事业很成功 她们这婚姻可怎么办呢 后来我就说了一个 当时啊,刚好出现这个小鲜肉这个时候 我说可以去找小鲜肉啊 就是说你现在已经都经济自由了 就财务自由了 你当然随心所欲啊 你选择的余地很大呀 你不一定要按那个再往上找了 你本身你就是A女了 是吧 你A女你还怎么能去找一个A家 还是怎么着 因为好多A男都去找姨女了 把你剩下来 你可以往下找啊 是吧 后来又一次啊 就过了几年 我们又一次 过了一年吧 这个又一次 她们女企业家在这儿 这个活动啊 然后这个女企业家很兴奋的跟我说 说的 哎呀,你知道吗 就是你上次那个杂志那访谈 还说找小鲜肉那事 我们就圈子里都传疯了 说的都在传啊 就是大家 哎,忽然明白 我很自由啊 我现在已经财务自由了 精神我也自由了 我择偶也自由了 我可以找小鲜肉了吗 是吧 可以也降格以求 是吧 其实都不一定是降格以求啊 就是这些男人 他们只是 比如经济上不如你 或者是学历不如你 或者是成功的程度上不如你 但是他是一个非常漂亮 非常性感的人啊 有的人像这小奶狗 他就一定也很懂感情啊 很温柔啊 很体贴啊 小狼狗是在性感方面更加突出啊 是吧 肌肉男啊 男子气十足的是吧 正应了那个洪晃那句话 就是说你想吃晚饭的话 你也得有本事啊 是吧 好多他们质量很高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现象非常非常有意思 这个现象有点像什么 我们看到西欧北美 有一些地方会出现男色酒吧 女性去消费 那过去所有的都是男的去看那个女脱衣服啊 什么什么的 然后呢 他们会出现了 就由于这个女性地位的提高 就是女性手里有钱了吧 俗话就是说 然后呢 他们也要消费男色呀 然后就应运而生啊 就一大批这个男色酒吧 我记得英国在伦敦看到一个报道 就是那青色的那种特别性感的男人 做那个酒吧的那个waiter 就是逝者吧 然后他们穿的衣服啊 是那样的 就是你从前面看 是一身啊 是像个围裙啊 或什么 从后面看完全是裸的啊 就这样 然后说的这个很火啊 就是好多那个A女啊 这上流的女人 包括王室 王室成员都会去这样的酒吧 去给他们捧场啊 去消费啊 对吧 消费男色 我觉得这个是太好了 这个现象啊 这是证明男女平等的事业 正在成为现实啊 就是在他们那儿 已经成为现实 在咱们中国呢 也会慢慢地成为现实 是吧 这个来说 对女人来说 真是一个非常令人欢欣鼓舞的 一个局面吧 这节就讲到这儿 感谢大家的收听 咱们下节再见 我们下节 testimon请 咱们下节 Kore